就是第2个动作 你看第2个动作 庞老师太极拳的整体运动如何体现呢 大家这个练太极拳呢 是大家知道 太极拳是一动无不动的动作 所以说他在做每个动作的时候 你看像这个金高导人以后的 第一个动作的时候 要身体带动手的旋转 一 二 你看出气 三 所以说呢 他都是身体带动的 而不是单纯的手的缠绕 你比如说你这个劲来了 我如果刚刚用这个手 不用腰夸的劲 所以说我必须用腰夸的劲 腰夸的劲 你看对方这个劲大 我正好第2个动作 我正好第2个动作 你看不让我进 对吧 我想往这走 我想往右踩你 踩不动 你看正好我就往前一松 这时候呢就是第2个动作 你看第2动 是吧 正好是第2动作 所以说呢 练太极拳呢 必须一个整体的运动 不能单纯做手的 手脚的 哎 这是绝对不行的 必须去用腰带动 都是用腰带动 所有的动作的 是吧 都是腰带动 不能单纯的手轮圈 这就是练太极拳的要点 也是 加微信庞宏国的拼音 获取太极拳公益教训